我就快速讲一下吧 我们是编分这边 然后就看了海外也是比较晚吧 大概是去年下半年才开始看的 然后可能接触不多 如果有错误的地方 就是幻影指振 第一个肯定是slots 大概是50亿左右的 50亿美元左右的市场量 即是第一次对 然后后面都是这种 类似于slots加这种模拟休闲 这种德铺 还有拉米 还有比如说 10亿左右的市场规模 然后Bingo Bingo这几番 这几个都是属于市场规模蛮大的 然后分类的话 我们是这么看市场 就是这几块 就是高价值市场的话 我们觉得slots和Bingo的话 还是比较看好的 一个是slots刚才说的是规模大 然后增速也比较高 大概是19.54%吧 去年统计的 反正也比较高 这个ROI可能不太准 大概是20左右 平均上来的话 然后Bingo的话 也是规模比较大的一个市场 然后潜力也比较大 然后增速也是 然后较高的市场的话 我们主要是看 就是相对于上面来说 就是稍微小一点 然后还有一个是 这个抓娃娃机 就是Claw Mesh Claw Mesh 这个抓娃娃机一个市场 也是比较看好 还有一个麻将市场 然后官网的市场的话 Poker是我们还是吃官网 也不一定是吃官网太多 有些戏分品类 其实做的还挺好的感觉 可能德铺方面 现在投流成本可能比较高 所以说看起来不太好做 然后其他的话 还有比如说是 捕鱼啊 OK啊 还有这个多米诺 我们也都在看对 然后接下来具体说一下 这个具体情况吧 先是看Slaw Mesh 市场吧 这个毕竟最大 然后我们统计了一下 就是Slaw Mesh 市场这个 它来说还是目前是处于一个 比较分散的状态 它的这个 CRE值的是 就是说头部产品 就是最做的最 营收做的最大的那款产品 占市场全部的占比 我们统计了 大概只有531款产品 实际可能不止那么多 就是说它占这个 头部这款产品 占531款产品里面的 营收的占比 大概是7.24%左右 还是比较分散的一个市场吧 所以说后面新出来的产品 也是都有一定的机会的 但是呢 虽然有机会 但是这个门槛 也知道反正都是相对 其他几个品类的话 也会更高一些 这样子的话 就可能不用那么高 如果说金币模式的话 可能主要这个门槛 肯定在这个数值方面吧 就对这个概率论方面的 这个要求比较高 需要比较有这种靠谱的 这种概率论公司 就是概率工程师的团队 然后产品研发周期的话 基本是超过8个月 有些是在1.8年左右 然后开发成本呢 也都在千万元以上 然后因为slot的玩家需求 一直在变嘛 就是每个一段时间 玩家可能这个 条件数都不一样 一般头部厂家的话 一年都会推出 大概50到100套左右的 这个新的数值模型 不停地 slot算法里面 某个小的环节 发生了变化 你这个团队要快速地 反映出来 整个系统产生哪些影响 所以说要招这种 就是脑子比较灵活的人 然后国内slot的话 除了 有断断续续吗 是 现在好一些了 刚才可能稍微有一点 对现在好一些了 好的 那我继续说吧 对 然后国内slot的话 除头部除了博乐的话 其他价我看了一下 大部分营收都在 这个0.5到1.5亿 人民币左右吧 然后概率工程师团队 比较好的话 是北京那几家清华州的 然后其他城市 也有一些在做 比如说华科五大 电子科大的人都有在做 然后营收其实做的 我看都不错 反正 所以说这个学历方面的 也不一定都是 一定要清华的 可能是学历要高 但不一定要 这种顶尖的学历 也做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就是 985啊 这些高材生来做 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然后当然是越高越好了 但是前提是 他们愿意进入这个行业 毕竟slot这个行业 可能 感觉不太好 就是有些人 不太愿意进入 这些高学生 因为是产品迭代比较快 斯拉茨 比如说高学 可能反应比较慢的话 他要一个月才能迭代一次 这样子 这些人的效率 根本不是在一个维度上的 然后所以说 这方面的话 是招人的话 是对这个学历 比较要求比较高 然后行业经验 倒是次要 就是说这个 刚才说的哪了 就是头部 对不对 不过就是说这个团队呢 也不一定要 一定要清华北大 这种感觉的 就可能是稍微 比如说次一点的 比如华科 我当然不是说 这个学校就次一点 就是说这个 这个华科五大的 也都是能做的 然后 就是说高材生的话 他效率高嘛 然后行业经验 倒是次要的 就是说 如果团队里面 已经有人能带的情况下 就是说 不一定一定要 这个有行业经验 就没行业经验 也可以招一招 其实 然后刚才说的是 这个金币模式嘛 如果是做真金模式的话 要求就不用那么高了 我看金币模式 做的产品 其实都挺粗糙的 然后但是呢 他们会接一些这种 真金模式的话 我看产品都是比较粗糙的 他们一般都会接一些API 然后就是 比如说会导到 其他这种博彩的网站上 然后就是 这个流量都是挺高的 做真金的话 流量都挺高 但是呢 因为他的真金模式 他有一个要求 说他的ATP 就是那个 给用户的这个 反奖率 就是反奖率要高 就是大概都是做到 95%以上的 所以说它是个毛利率低 所以是这种 像是这种 薄利多销的感觉 有一种 如果做金币模式的话 不用 有些好像做什么 50%啊 60%啊 都可以 好像 这个金币模式的话 更重要看概率 概率的这个 这个东西吧 但是概率呢 他的这个概率 其实概率本身呢 他这个高中概率就可以了 我看了一下 就是高中的一些要求就可以了 但是呢 他主要是要反映出 这个人的反应要快 就是说 这个概率本身 其实不能 但是这个概率的 这个可能是 这个对数值的调配啊 这些可能更加要求高一些 然后目前头部几家 就是下面这几家的话 看就比如说 有这几家 这个这个 伯乐 我们国内的 比较做的前三名的 这是Top 20这几家 然后他们在这个市场中 站完脚梗呢 大概分了三类 第一个是以Politica 为首的是 比如说 这些国外厂家 因为他们本来就有这种 线下增积的这种 实际上是增积的制造经验嘛 所以说他们会有先发优势 了先做起来 然后第二批呢 是以这种Synga 为代表的这种 休闲游戏公司 他们呢 是在这个 就是毕竟是 休闲员公司嘛 在线上的能力比较强 那么就会借助这种 IP的联动啊 然后 在货客上啊 也是有一些优势的 然后第三类呢 是以中国为代表的 这个伯乐之类的 中国厂商 然后 他们的特点呢 在于说 能够对头部产品的 进行快速的复制 还有迭代 就是还有说 买量的方面 也有一些优势 所以说能取得 这个一席之地 对 这个是主要这些 主要是接下来厂商 然后中国厂商 出海的状况呢 这个是去年统计了 大概是出海的话 有111款 然后占全国 占全球市场输入的 大概23% 然后 Top20里面的厂商 就是刚才看的那些 标红的都是国内的厂商 大概也包括台湾的 然后大概是7家左右 然后伯乐是最大的 大概年营收在 6亿美元以上 然后 从收入来看的话 Slots还是中国厂商 这个社交博彩出海的 这个首选吧 虽然下载量 只有全部品类的 三分之一 但是收入 却高达这个76% 还是比较热门的 一个赛道 其实如果要做的话 尽量还是做这个赛道 对 然后进入优先级的话 我们是比较看好 这个赛道 就是优先级排在 比较高的一个 一个 就是我们投资的话 是会排在一个 比较高的优先级吧 因为这个市场规模大 而且格局分散 新品有机会 所以说这个是比较 一个优质的赛道 如果对外投资的话 如果要融的话 一般是3000到 我聊下来 一般是3000万到4000元 大概4000万吧 大概能支撑一个 35人的研发团队 和15人左右的 这个买量发行团队 如果你是自研自发的话 大概要需要这么多钱 然后养一个 大概是50人左右的团队 然后将近一年半左右的话 能研发出一款 比较顶级的AA类的产品 然后再花三个月 左右的时间的投放 然后基本就能看出 点门道来了 然后建议的话 一般都是自研自发吧 毕竟你这个数据 都要自己调的 这个自研自发 还是比较重要的 然后有些呢 也可能就做做研发 就是大概是1300万 就可以做一个研发 然后招一个30人 到40人的团队 然后两年一般能处 这个一到两款产品 然后一款产品 大概七八个月上线 然后再做三个月 左右的这个调试 就能看出点东西来了 对 slot主要是这些 再看一下地区分布 地区分布的话 主要还是在欧美为主吧 欧美的话 大概是40亿 左右的市场规模 占了整全球市场规模的 大概70%左右 主要是在美国 欧美还是主要是在美国 其他的话 有一些少量的 比如说加拿大 澳大利亚 这些有一些市场 对 但是主要是还是做欧美 如果你欧美做好了 其实做其他市场 也比较容易了 你欧美的这个都能做下来 那其他市场就随便随便你弄 对 然后刚才说了这个slots 然后再看一下bingo的吧 bingo的话 这个还是比较 属于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市场 我们看这个头部这款产品 就是那个 哎 头部呢 哪可能我有点记不清 反头 对 这个bingo Bingo 它占了大概全部市场 份额的50%左右了 而且近两年也没有很大的这个下降趋势 就看这个这个的话 也没有很大的下降趋势 然后腰尾部的话市场也比较分散 然后市场规模呢 也没slot大 可能是属于 呃 比这个slot可能稍微劣质一点的市场吧 然后在top10中 还有20年底上线的 然后也有比较高的增速 增速还是比较可以的 所以说也是可以看一下的 地区的话主要还是以美国市场为主吧 也是占了大概72%左右 然后市场规模大概6个亿左右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看好的市场 然后 然后lucky battle的话 这个就非常集中了 也有可能是统计了有问题 有说不定啊 反正是 这个是就是没什么人做 几乎就是就是国内的话 就是这个forever for forever 就是可能是因为做的人少 所以说竞争利益 也不一定就是说这个市场壁垒大 可能是单纯的是做的人少 可能去做的话还是有点机会的 然后国内在做的话 一个是久久互动 然后一个是门淡 深圳的人在做的 然后其实也可以看一下的 就是说这个赛场 我们赛道我们也是觉得 优先级比较高的 就是仅次于slot的一个赛道 然后同时也区别于这个传统的博彩游戏 然后加了休闲玩法的话 还能进一步扩展这个用户的边界 然后留给我们的这个想象空间也更大些 我觉得 然后而且目前的竞争对手也少 可能是比较一个 还是算是一个比较优质的赛道 我觉得 对 然后 久久就是门淡 好的好的 没关系 反正做的也是挺少的 对 然后这个赛道的话 反正集中在欧美和台湾地区 这个就不说了 对 然后 接下来看这个Poker这个赛道吧 然后Poker的话 就是包括这德铺啊 拉米啊 这些全都包括在内 大概是 也是一个比较分散的市场吧 比如说印度啊 巴西啊 拉米啊 这些都可以做 然后腰尾部的话 竞争 竞争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虽然 虽然感觉这个 集中度没有太大变化 但从黑马 黑马榜上看 近两年上线的这个产品 还是有比较高的增数的 而且已经占据了比较 这个较高的市场份额了吧 然后而且有这个约局模式 就是类似于国内约局的模式出现 然后在印度啊 印尼啊 巴西啊 菲律宾啊 等地对于这个 俱乐部啊 还有比较高的增长潜力 然后我们 去年吧 也是投了一家类似这种 做这种约局的一个公司 广州的一家 然后目前的话 出海的Poker有52款 大概一半是 也不一定只有52款 然后一半是做德铺 然后三十一款 三分之一是做 印度和东南亚的地方起牌 然后最头部的话 是这几家 是博亚 还有广州的 应该都是做德铺的 然后年收入 大概在四千到五千万美元左右 然后德铺的话 我们最近还在看 这个巴西市场 然后巴西市场 看了一下也是 我不知道是有没有机会 反正国内是做的人挺少的 就就一家广州的一家 是做了那个叫做 Tracco的这个玩法的 广州的那个灵感科技 反正是 反正我目前看到的 就这么一家在做 好像是做了 这个巴西的地方玩法 Tracco 然后看这个 FIA链上的数据的话 大概日过还是可以的 对 然后其他一个几个玩法 就国内没人在做了 大概是他有几个 就类似于这种 巴西的地方玩法吧 因为巴西我看了一下 这个人口还是挺多的 然后其实可能会跟印度啊 印度啊这些市场 还是差不多一个量级 说不定会有 比如说他有这个地方玩法 叫Bracco 然后他有一些 本土的一些公司 在做这个线上的 然后看了一下 他的产品的话 都是长这样子的 就是感觉还是一个 比较简陋的吧 但是他们的这个 营收数据啊 还是比较不错的 所以说如果国内厂商做的话 感觉还是有点机会的 你看他的日活 大概在30万左右 然后这个营收 营收的话 可能也在这个 还是挺高的一个数值吧 算是对 就可能巴西市场 我们也会观察一下 对 Poker这方面的话 对 然后其他就 我先总结一下吧 那待会还有点事 对 然后总结一下 就是说 就是说 高优先级的市场 就是说这个slots 然后因为这个市场 进入价值高 然后这个格局的分散 我们会重点去看这个市场 然后Bingo的话 就次次重点 就会看 然后Lucky Battle 也是次重点去看 对 然后主要是看这几个市场吧 我们会对 然后对 其他的方面 我先就就先讲这么多吧 对 有什么问题 然后可以问一下 对 感谢王总 感谢王总 有什么问题 因为但是王总可能知道 也有事要忙 我们就 我们再交流一下 因为刚才 我有听到那个就是 就是Lucky Battle那种 就他应该和那个Skills 还不是一种 对吧 对 应该是不是一种 他是类似Coin Master 那种 我玩了一下 就是那种 他这是老虎鸡和那种 模拟经营的结合体 明白 那那个 之前其实我忘了 那个 前段时间 那个辉煌野报 有一个就是那个 其实我们也玩到过 那个产品 就是一个消除对战 消除对战 就是那款产品 他们说那个年收入也很高 就一个兔子的 一个兔子的 我可能没玩到过 这个是偏休闲 不是偏博彩的 感觉 休闲休闲 他那个也是休闲 就是他 但是两个人进去打 然后呢 就看起来有点像Skills 但他应该是没有去接 那个真金对出什么那些 没有 但是呢 他就是对战的时候 就是你走一步 然后他走一步 然后两个人在同一个 消除棋盘上 就你可以给他捣乱 就有点类似那样子 但是那种对抗性 还是能感受到的 好像他的整个那个营收 也挺不错的 那类似就是 您刚才说这种应该是 应该看到 就是说还是有机会的 是吧 对对 类似这种battle 这种感觉 有种竞争的 PVP的感觉吧 要不然是PVE了 明白明白 他应该是伪的PVP 就他应该不是真的 对应该 不一定是真的 但是就说 但是给人的那个感受 好像是在 在拿PVP一样 对对对 就那款产品印象 还蛮深的 对 他们也是国内在做吗 也是国内的人 应该是国外 应该是国外 但是一个消除的 然后他又加上了 这种感觉 然后跟Skills又有点像 就他会说你积分 没有打过他 怎么怎么样 就到时候会后 我到时候发一下 那款产品 其实也可以研究一下 我觉得现在因为 确实是需要一点创新吧 是吧 对对对 是的 要不然就是太卷了 现在是 没有没有 那你们这个调研下 已经很高屋见领了 整个高屋见领 那比如说 我觉得这样可能 就是说给大家的 相对的建议 因为今天过来 大家可能都 至少是看好这个方向 因为看好这个方向来讲 就是说 比如说在 我觉得第一个选择 就是说 因为咱们都 相对私密沟通 就是说 第一个选择 就是说 比如说做 这个 纯的这个 纯的怎么说呢 就是说 纯的这个 内构啊 或者这种 就是OK的 对吧 就是这个角度 和 就他加了 真经这个角度 对团队角度来讲 你怎么建议呢 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 还是先先走纯的 对吧 或者是 如果是slots的话 感觉走走真经的 更容易一些吧 我只能说 感觉 我看真经的 接了那些 IAP 就是API 是接了API 然后流量都 挺大的 其实虽然毛利率 可能没那个 那个那个叫 叫金币高 但是这个流量 还是可以的 如果能养活团队 至少 如果你你一上来 就做这个现金的话 说实话 你你这个团队 可能都养不活 这个头论太大了 就是你说 那个现金指的 就是一上来就做 就建议大家 还是先做 那个正规产品 对吧 是这么理解吧 就不是说 上来就做真经 对吧 不是 我是建议做真经 没没没 没错 对 我那个 我们就解读一下 我觉得这个 也是给大家建议 但真经现在有一个 我觉得有两个小问题 有两个小问题 一个就是说 大家也是 就是比如说 到别的国家去试了试 因为在投放这次 也是这样 你只要离开了 那个区域 就咱们指的 比如说印度 比如这个区域以外 到别的区域以后 现在真的还是挺严的 就是整个那个 情况还挺严的 那比如说 在整个战略观察角度来讲 你们会有观察到 比如说 在别的一些区域 也会有松动的 这种迹象吗 你是说 别的区域 因为 它是这样 相当于这个所谓的 比如说 咱们就把它代称 就代称是RAMI 咱们不提那两个字 就是说 比如代称是 Tim Party吧 说Tim Party的这种角度 有类似这种类型的产品 因为我们听到的 就比方说 比如说 比如说某些国家 它有可能 因为在那个区域 它其实是合规的 应该RAMI吧 它在那个区域是合规的 那么比如说 大家有这样 产品能力的团队 未来在别的区域 是不是也会看到 有一些政策松动 或者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对 也是有的吧 我们觉得 明白明白 所以你推荐 其实这个是一种选择 对吧 那再下来的话 如果 您刚才是这种选择 那其实是不是 比如说 就是扑克的团队的 顺面更高一点 对 如果做这种小众市场 我感觉还是挺有机会的 比如说巴西 巴西我们最近在看 对 小众市场还是 我个人感觉还是挺有机会的 明白明白 一些比较细风的地方玩法 因为我看本土的公司做的产品 其实都是比较这种画质 感觉都是比较年代久远的 那种感觉 明白 就它就是也更新也慢 也那个什么 就其实印度也是给大家一个例子 就中国人要进去了 反正对吧 早早晚晚的 反正都都可以那个 那比如巴西那边 其实比如说我们 我也没有看很细 但是就是说它那个维度上面 因为可能还不是说 那么直接的在线上 就那个 好像房卡那种方式 也挺流行的 对吧 就在到区域的角度上 对 巴西的话 我看一下 我之前做的一个法规 是说 线上博彩反正是违法的 然后呢 但是也没有去 特别的去抓人 好像说 就是说 反正这个法规 还是处于一个比较灰度的 一个概念 对的它应该 就巴西肯定它不是允许的 应该那个状态 应该不是允许的 但是明显感觉 就是巴西这块 其实大家也着重可以关注 原因就是说 比如平台侧 就我们感觉到 就是说比如平台侧这边 它其实把巴西当成是 就是 就是当成是美洲 就是美洲来讲的话 不管怎么说 就是离他们还是近的 就是那个状态来讲 还是近的 所以很多比如说 ECPM啊 或者什么角度 其实在对于巴西 它其实肯定算T3国家嘛 但是它整个的这个 Policy角度来讲 还是比较包容的 对巴西还是比较包容的 对 但是我们看在线上 就是刚才您也提到 比如广州有家公司 我忘了名字忘了 但是就说 他们有些就是 我们可能查不到它的内构 就查不到内构 但是呢 就是它其实做的很大 就是我们是知道的 就它做的很大 对吧 但是呢 好像它就是 其实那些 它是反正走线下嘛 但是它好像要求 就是说 它的那个难度在于 就是说 你需要在当地有很强的落地的能力 可能这个是 这个可能对于团队来讲 也有对应的这种难点吧 对对对 可能跟银行这些 支付这些对吧 就是收款啊 这些 嗯 比如说 喂 喂 刚刚 稍微断了 刚有个电话 所以相当于 我觉得延伸一下 刚才可能聊的这个 就是说 相当于地方的 对吧 有地方特色的这种 棋牌的这种玩法 其实大家可以去深耕一些区域 对吧 这个应该是 有机会的 对吧 那如果在这个 我们再往下 就我们就一直 再往下 比如说从品类角度来讲 您建议大家 可能是怎么样的品类 会就是 等于说选了 就像这么卷嘛 大家选了 能够赞助的概率高一点的 对 选的品类的话 可能还是要根据自身的 比如说 公司有哪方面的 比如说 有巴西支付资源 你就可以直接去做 对吧 但是主要是根据 就现有的资源去做吧 我觉得 因为每个公司 其实差异还是挺大的吧 比如你本来就是大公司 那么可能建议 会去做 直接去做slots 直接做这个现金 直接做这个金币slots 对吧 反正有的是钱对吧 你这个只要招人 对吧 都能招过来 对对对 我觉得刚才你提的 那个清华那个 我也挺有同感 就是可能两件事 一个就是说 你还是得从业早 就是进到这个行业 而且我们接触过的兄弟们 他们都是 很喜欢这个东西 就他不以此为疲 而以此为乐嘛 就是研究那个概率 对吧 包括怎么控制那个人 包括有这个 就真的有玩的 有一种征服感 就是把你那个击穿了 你知道吗 他会有那种 异常的兴奋感 就我觉得清华数学系 或者什么 就人家真的是牛逼的 你知道 然后我 我是那个 就我读那个北大MBA 我说北大这边的 真的比他们还是要差 这个我 这毕竟我也读了 我也代表一下 就景仰 景仰之情 对吧 景仰之情 对 我看那个聊天区 有人问了一下 就是捕鱼这块 就我不知道 咱们有对应的研究吗 就是海外这块怎么看 对 捕鱼这块 我倒没怎么看 对对 但是我看捕鱼很多是跟什么 slot会做在一起的 很多都是这种产品 就大厅那种 对吧 大厅 对 大厅那种 对 明白 我这个可能补充一小句 只是说 捕鱼这块 可能那个平台测 认为是休闲游戏 就是相对认为 对对 卷的 反正都卷了 现在没有 没有哪个不卷的 是 所以刚才您说 反正就是 他要是经费充足 对吧 去走那种 social的那种 对吧 去走那那比如说 再往下的话 是怎么样一个排序 大概 呃 再往下的话 呃 宾购可能 宾购和这个 刚才说的那个棋牌 就是再往下的话 还有这个lucky battle 就这三个 就是可能是第二题 对吧 我觉得 呃 宾购 棋牌和这个lucky battle 对吧 对对对 就是那些这样 呃 宾购我有一个小问题啊 就是咱们比如 调研下来的话 因为呃 就是比如说 因为大鱼那边 确实也很强嘛 但是我们也是有朋友 我不是直接跟大鱼聊啊 就朋友说就说 他比如说他做到那个 因为他最上面那款 是很高的嘛 就最上面那款 是很 宾购那款很高 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单款要是再往上堆 也很难堆上去了 所以后面也走矩阵 那比如说 宾购这边 比如说作为研发团队来讲 他的这个 研发的这个难度 呃 会比如跟 斯罗斯比 就是其实他也堆了 好多好多素材嘛 那比如说 这块的难度 会很大嘛 我感觉 宾购的话 可能是投放的团队 比这个 这个比如说 做这个盖 做策划的这个团队的 优先级更高一些吧 我真的 嗯 哦明白 就是投放策的这个 可能就是 怎么把这个量拉大和 就找到这个 投放的点 对吧 对对对 就可能还要看 具体做法吧 因为我 我自己毕竟也不会 真的去做这个 具体投放这些的 嗯 明白明白 明白 那呃 王总这边就说 呃 比如说我 因为我我我 我们从观点上来讲 就说因为我也是 追加一份 反正一直大家都这么表达嘛 就反正呃 平台册 其实casino 总的来讲 这个口是开着的 就是他他把这个天王板盘 去年的时候就掀开了嘛 掀开了呢 就是说呃 包括有一些呃 这个就是更 就是就是我 我当然了 就是有有小伙伴也说 就是可能呃 呃 呃 牌照的情况下 呃 就是好像谷歌 已经有能上的了 就是我 但是我没有 没有直接有兄弟 跟我说这件事 但是你也听说了 是吧 就是因为 因为苹果是一直 就是那样的 就是说这个是 这是我偷偷的 肯定是确定的 就是confirm的 对吧 但是谷歌那边 因为就不知道 因为他有些是公用的嘛 所以不知道公用的那个 他的效用到什么区域是可以 但是很明确的是说呃 这个平台测 这个整体是开的 所以呢 在这些游戏赛道这边 我觉得王总这边 可能在给这个casino的兄弟们 就是呃 打打气呗 对吧 就是我 我觉得打打气 就真的还是呃 这个角度是没问题的 但只是大家去选择自己的擅长的领域啊 或者这个步骤上面 对吧 尽量选择这种 我觉得就风险和各方面都是好评估的 那咱们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嘛 对吧 那比如说王总 以你们这么这么深度的调查下来 我觉得给这个领域 包括今天过来的朋友 我觉得给他们打打气 对吧 打打气 对 哈哈哈 说不定你们还会投资他们呢 对吧 对对对对 是的 是的 是是你可以看看怎么给他们鼓舞器 对这个方向 为什么你们研究的这么深 对对对 啊鼓鼓器嘛 这个这个我倒不太想 这个方向 就是品类啊 因为所有品类都卷 你知道 所有品类都卷 对对对 感觉还是都是有机会了 我只能说 就还是有机会的 对吧 还是 至少你看相对其他各种品类的话 这个算是已经算是比较 比较优质的这个品类了吧 我觉得Casino 怎么说 就是说如果这个游戏也是造梦的 就这边还是不时不时的有这个梦的气泡 能够产生 对吧 对对对 相对其他来说 肯定的话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赛道了 对吧 非常优质 如果这样对比对比来看的话 对对对 我我我也已经就是说的 不能再说了 就大家 你有这个能力的 反正这个赛道 大家就积极努力吧 然后中间有什么信息上的问题 反正大家也都及时的沟通 对吧 就期待大家 能够成功 对吧 那王总这边 就是如果有合适的团队 反正他们有这种投资需求 反正到时候我们也可以推荐过来 对吧 好的 非常欢迎 对对对 我们最近都在看 反正是出海的Casino 就各个角度的 对吧 好 待会我把那个 对对对对 对我把那个兔子那个产品推给你 我觉得还是眼前一亮 挺有意思 对对对 肯定不是中国人做的 应该就是老外子 然后反正剩下的 就是大家如果团队这边 有什么问题啊 情况 咱们也可以随时的交流沟通 对对对 好的好的 再次感谢王总 真的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不客气 不客气 对 好